真是想不到現在的芋頭切了它 拌一拌麵粉就可以做出這麼好吃的芋頭糕 先將臘腸和蝦米用平底鍋 小火慢慢炒香它 倒入芋頭絲 加入春花 一包由點心師傅調製的煎餅粉 換碗的冬乾水 攪勻它好像這樣 蒸盤底部掃點油 放入芋頭絲 用鍋鏟掃平 上碟大火蒸它2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攪拌凍它 切成自己喜歡的形狀 用來煎又行 我就喜歡這樣吃 貪它沒這麼熱氣 都看到這裏了 幫我點個讚先走 行不行